他进京赶考 那个时候都要走很久的路 结果他走到一半了 太想他太太了 就不考了 就回来了 好 诸位女士 你的先生太想你了 连考试都不考回来 你敢不敢动啊 你们怎么没回答 这一题这么难啊 有点感动 感觉逻辑好像又不大对 是不 所以人往往在情感跟理智当中 有时候会分不清楚 结果还不止他回来 因为他起了想太太的念头 一面片虚空发箭 就干扰了旁边的没有定性的人 所以他的一个朋友说 哎呀 我也很想我太太 两个人就一起回来 哇 想太太啊 那个心都发慌了 连走带跑啊 两个人赶回来 结果回到家 因为同一个地区嘛 住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 他爸爸一看他回来 非常的生气 打了他一顿 把他捆在树上 以前父亲有威严 父亲打他 他不敢怨 把他捆起来 就这样到隔天早上 都没把他放掉 结果隔天啊 看他 这个也比较冷静下来了 就把他放了 突然传来一个消息 他那个同学啊 暴病了 死了 后来才了解到 他父亲的苦心啊 这个一个人 连夜赶了这么多天的路途 回来 那个身体属于 急虚弱的状况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夫妻啊 还刑房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他那个同学 就不懂这些道理了 他爸爸也没把他绑起来 真的很多的人 不懂这些道理啊 所以告诉大家 这个受康宝剑 还是要看 不然女子不知道 怎么去关心啊 爱护他的先生 以前的女子 这些都要教的 都懂的啊 现在不止没学啊 还看西雅图夜未眠 还看第六感生死恋 都看这些东西啊 哎呀 概念都模糊 所以不止男夫妻之间 都要互相疼惜的 这都有一些禁忌啊 你比方说生病 生病的时候呢 男女在刑房 那个都会有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到底是爱护他 体恤他 还是都是欲望 这个我们得真正的 冷静下来 关照自己才是 好 所以为什么说要治愈 节制 有分寸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要了解的 所以这个 为其极之忧啊 都含有很深刻的意理 这其中的 好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讲到的 谨慎为保家之本 有一个官员 好像 这一个事件呢 也很震动 全国 就是 湛江走私案 那千年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其中有一个官员呢 他没有贪 刚好我们的老师啊 跟他认识 就跟他谈到这个事情 他说当时候看到啊 大家一窝蜂都在贪 他也动了心 他还在那里衡量 反正我脱了以后啊 进去关个几年 我孩子的大学费用都有了 正准备这么做 突然脑子里闪出来 他父亲的影像 因为他的父亲是小学老师 世民节啊 比生命还要重要 所以当想起自己的父亲呢 他想到呢 假如我真的贪污被关起来 那我父亲过着日子 生不如死了 这一念呢 让他打消了去贪污的 这个动机了 结果过不了多久了 东窗四发 他的同仁都被关起来 所以他讲到这里啊 就非常感叹地说 就是这一念孝心呢 救了我 也救了我的家庭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在中秋节 在新年 都能跟我所有的家族的亲人 团聚在一起 而我们很冷静地来看 确实是君子乐得做君子的 小人冤枉做小人的 今天假如真的贪污 请问他的孩子真的 读大学就没问题了吗 算盘不是这么大的 第一个他被关起来的 他的妻儿都抬不起头啊 而我们要了解哦 贪的那些钱是谁的钱呢 是老百姓的钱啊 耳缝耳禄啊 明子明高啊 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 你拿得下手啊 伤了多少的应得啊 折了多少的福分呢 这个叫取非裔之财啊 这个恒祸很快就来了 这算盘不是只有看到 眼前的这个数字而已啊 人呢都被这个欲望冲昏了头啊 都把这个天地之间的道理 给忽视掉了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啊 犯的法不只要关起来啊 那个福报要整个折损掉啊 不是你关完就没事了 那妻子儿女都要遭这些恒祸的啊 所以福田靠新根啊 至其真肯报恩 真肯爱人敬人 往后自然啊 获福无穷 好 所以我们这一生 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价值 所有的亲人 都受到好的榜样影响 都觉得光荣 勤俭为持家之本 为人父母的人 奢侈 这个家就很难 持得好了 所谓大富由天 小富由勤 由俭 所以我们两代人 其实就可以很冷静了 看到这个真相 上一代的人 孩子生的不少 只有父亲赚钱 省私俭用 这个家庭熬过来 甚至于还 没有贷款了 买了房子都有 现在夫妻一起赚 只有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结果呢 还贷了一大堆款 有时候还为贷款 着急还不起 差异就在呢 有没有这个勤俭 持家的态度 勤俭有什么好处 不勤俭有什么坏处 我们下一节课啊 来看几个故事 德语古剑 大家有在手上吧 有 好 我们下一节课 来看几个故事 和顺 为其家之本 家庭要充满 祥和之气 家和万事 才会兴 而我们常说 男子 男子 这个要杨 杨杠 所以是杠正 女子呢 柔和 柔顺 好 杠柔 这礼啊 那请问 杠跟柔 一不一样 我们想哦 一个男子的杠在哪 杠在呢 无欲 则杠 无欲 无欲的人呢 不会被境界所转 不会因境界而发落 不会因境界而起贪心 这个才是刚啊 所以这个刚的精神 事实上还是修养 不随着习气啊 随着正气 这个叫刚啊 这在道义 之身啊 才显出他的男子和大丈夫的气概 甚至于不只是不动气啊 人家侮辱他 骂他 他如如不动 不跟人计较 不回嘴 这个才是刚啊 而这个柔呢 柔也是不动气啊 绝不跟人家计较 历来顺受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刚跟柔 一不一样 在心性上都是修养啊 只是男女特质 展现出来 不大一样 可是他的本质 都还是在心性的修养上 不动习性 能随顺得行 所以真正的男人 刚中有柔啊 真正好的女人 柔中有柔啊 所以男人很刚强啊 柔起来的时候也很温柔 是不 女人很温柔啊 等到他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 他比铁石还尖啊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德语故事 哇 你看面对国家危难的时候 儿子回来了 妈 我最放心的就是你了 为国效忠 你流什么泪 赶紧去杀敌 然后自己带着媳妇啊 冲上城墙去啊 抵御敌人到最后一刻 还不能让敌人羞辱了自己 死去的身体 放火烧了自己 你说那个刚 可能男人都不一定做得到啊 所以真刚有真柔 真柔有真刚啊 好 那这个正呢 正直 处世代人 甚至起心动念 都是顺着道理 还有正气啊 而这个和 其实也都是懂得 顺着道理 顺着情理 所以呢 有柔为体啊 和为用 有这样的修养 做出来了 就是非常公正 无私 就是非常的和顺 好 所以这个是和顺为奇迦之本 调剑人情 发明事理 发明事理 这八个字也很重要 其实这八个字呢 也是在提醒我们 知所先后 则尽道理 事情的先后顺序 不可颠倒 比方 比方 论语里面讲 君子信而后 见 就是呢 亲戚朋友之间 取得足够的信任 才好劝谏他 为信 还没达到信任 你就劝他 则以为傍己也 他不舒服了 哎呀 你是不是要诡谤我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信任够了 你劝他 他觉得你爱惜他 这就是人情 要体恤得到 所谓交浅 不延伸 就是信任要够才好 我们有时候 信任还没建立 一讲几话来 连猪炮 一个见一个 哒哒哒哒哒哒 结果人家 很不高兴了 不接受了 我们还在那里 狗咬吕洞兵 这个人没善根 算 我这个人讲话 就是很正直 你看 自己不通人情 还要把自己抬得很高 我这个人就是正直 所以人有时候 自己在唐眼试 争一姑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 人情事理 感觉得到的话 就知道 什么先要做 什么后面 才能够顺势而为 所以调剂人情 彼此的关系 信任就够 之后才能借一些机会 散巧地 把一些道理 供养他 提醒他 假如没有调剂人情 就是长篇大论的道理 一般都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学长 有讲过 少涕 赶 扫 少涕 赶 扫 这个故事 确实是很有智慧 有没有哪一个学长 是挑这个故事 没有 没有 我就讲 有就你们讲 这个崔少帝 他要嫁到苏家 苏家有五个兄弟 他的未来的夫君 是老五 所以他还没过去以前 有四个大嫂 他们五个轴离之间 怎么相处 所以当他要嫁过去以前 因为他四个嫂嫂 常常吵架 有时候吵得不过瘾 超家伙 那个木棍什么都拿出来了 所以 他的亲戚就叹气了 说你还要嫁过去 你嫁过去不是很危险吗 凶多吉少 都不看好 但是呢 这个少帝 他对于人性本善 坚定的信心 我们只要诚心 都能够改善 他就嫁过去 结果嫁过去以后 他非常懂得礼让 懂得忍让 懂得谦让 比方回娘家 拿回好东西 先让他的大嫂 先让他的子儿来享受 先人后几 子儿都吃了 才让他的孩子来吃 然后婆婆分配 这个工作谁去做 假如看到这个嫂嫂面有蓝色 他调剂人情 马上过去 婆婆 我是最后的 来的 我年轻 这个我来就好了 又把工作给揽过去 那家里一起吃饭的时候 嫂嫂没上桌 他绝不上桌 等嫂嫂坐下来 他才坐下 所以这一点一滴 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关心 哪有不感动人的 人的心都是什么做的 肉做的 都是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 甚至于 有一些情况 比方说 他抱着 子儿 子儿都还小 还在墙宝当中 抱着 好可爱 好可爱 而且呢 他衣服呢 也穿的是非常正式的服装 庄严的服装 突然啊 这个子儿呢 杀泡尿了 然后就撒在他的衣服上面 好 诸位学长 刚好你今天穿了一件 很昂贵的衣服 然后呢 撒在你的身上 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 我这一件多少钱啊 哎呀哎呀 怎么办啊 可能是这个反应 可是呢 这个吹哨弟啊 因为 嫂子看到这个情景啊 人家也不好意思啊 马上哎呀哎呀 抱歉抱歉 就要把孩子呢 给抱过去 这个吹哨弟 当下的反应 嫂子 别紧张 别吓着孩子了 衣服洗就好了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哇 你看人家当场 大嫂子 是什么感觉 在这种情况的念念 还是想到我的孩子啊 你一心一意 为他的孩子作响 敢来的 人的心化掉之后 也是一心一意 为你作响 然后因为呢 这四个嫂嫂之间啊 以前都是常常吵啊 骂 很多是是非非啊 也是存在的 然后呢 这个嫂子就会来讲 哎呀 另外一个嫂嫂 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就来讲给他听 我们应该怎么反应 若真修道的 不见识经过 是不是这样 那个嫂嫂 哦 你给我记住 这么不给我面子 这个就不是调剂人群了吗 不要拿道理啊 压人 所以当他的嫂嫂呢 来给他讲 其他人的故事 有一个本事要学 叫傻笑 没有任何回应 他就讲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就走了 所以啊 人与人相处 就是你有回应 就越来越起敬 比方说他骂你 你一回嘴 他就越骂越起敬 他骂你两三句 你没反应 他就觉得骂不下去了 他打你 你都不还手 他推你 你躺在那 他也不知道接着要怎么干 他笑不了台了 所以一个巴掌 他也不想 人家是非人我了 你都不回应 他也讲不下去了 他慢慢地看你 都不谈这些 你的德行就感动他 就哎呀 还是你有修养 结果他的仆人 也跑来给他说三道四 他斥责他的仆人 然后把他的仆人 带去给他的大嫂道歉 大家觉得这么做好不好 哎呀 好像太凶了 大家要注意 不要看眼前 他舒不舒服 难不难过 要看着这个仆人 这个姑娘 以后是要当人家的媳妇 他假如不在其中得到教训 他以后吃不完 兜着走 所以这个严格 是对他的疼爱 所以这个崔少帝 就是调剂人情 自己都把榜样给做出来 一年左右 他四个大嫂 说到了 他说五审大贤 被他的德行感动 我们这些人 跟他比起来 真的不算人 叫我等非人 有没有批评人 没有 正极坏 所以这个故事 也 启发我们 三争三让 天下无贪人 三怒三笑 天下无凶人 人冲突 都是争一时的义气 人不争了 人不争了 人让了 人 微笑面对了 这些冲突就化掉了 我们看 三争三让 为什么 因为人都有良心 他在这些小利当中一贪 你每一次都不贪 他说 救你君子 我小人 他的常规心 就起来了 所以在汉朝 汉朝那时候很重视 五经的学问 所以皇帝设了五经博士 然后刚好在五经博士聚会 皇上下子 每一个人 送一只羊 结果散会了 所有这些五经博士 就围在那里 哪一只羊比较肥 这样看不准 去拿蹭来蹭 比较准 就在那里针 要拿那个最重的 结果其中一个五经博士 好像叫针羽 看到这种 大家在那里针 觉得很难受 大家要了解 他们是什么身份 五经博士 那真是丢脸丢透了 都是讲经 结果赢头小力都在针 那就有口无心 记问之学 所以针羽觉得 哎呀 很惭愧很丢脸 马上一看 那只最瘦的 牵着就走了 结果他羊一牵走 所有的人 互相看一看 都不好意思 只要有人做出不贪 贪的人也会惭愧兴起来 后来皇帝知道这件事情了 皇帝很聪明 借这个机会教育天下人 所以就封这个真语 叫寿阳博士 除了五经博士 除了五经博士以外 叫寿阳博士 这个天下的楷模 所以这个汉朝的皇帝 我感觉很不简单 难怪我们叫汉人 大家看啊 汉文帝啊 为母亲亲事汤药 三年不简单 而且汉朝的皇帝啊 全部都加一个号 汉孝文帝 汉孝景帝 以孝治天下 而且大家看 地址规里面讲的 东则温 下则静 这是东汉黄乡的风范 皇帝一发觉这个榜样呢 马上昭告天下 可能还亲笔欲笔赞叹 写着东汉黄乡 举世无双 那天下人不都学孝道吗 皇帝做了 又把天下的榜样立起来 所以这整个朝代呢 都是重视孝道德行 所以东汉光武帝 复兴汉世之后 因为随他打仗 有很多将军 结果后来平定天下了 这些将军就在那里说了 我的功劳最大 另外一个说 你算什么 我比较大 就开始争了 结果有一位将军叫做 冯毅大将军 我们这一位学长 四十名听是从 他一看就知道 我的脑筋短路了 冯毅大将军 他的功劳 应该算是最大的 可是他看到 大家在那里争 他就觉得很难过 他觉得我们为国效忠 是应该的 而不是真功 他就自己默默地走出去 要默默地 你不要 哼 无耻 然后人家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那就不能不感动人 还给自己 埋一下很多 对立冲突 他就默默地走出去 然后走出去的人 就坐在一棵大树下 沉死 后来皇帝知道这一件事的 就封他叫大士将军 所以这天下的人 都不去真功了 好 所以领导者 能把善立起来 对整个团体的风气 非常重要 这是三争三让 天下无谈人 三怒三笑 天下无凶人 人家恶意对我们 给我们乱发脾气 我们都不计较 还是对他很好 慢慢地人 他就觉得不应该了 好 所以这个是调剂的人情 道理人家很容易就解锁了 甚至于可能 他的嫂嫂 在那里批评 谁怎么样 怎么不好 甚至于这个 崔少帝还讲 他上一次还为了你什么 很付出 你不要只看他不好 他对你很好的 是吧 他还从中 把每一个人的好 提醒对方 让他不要只记他的不好 这就能化解 家庭里面很多的不愉快 好 这是和顺为其家之本 所以这个有和顺之心 总想着 如何大事化小 小事化 如何让家庭更团结 就是他讲话最忠心的一个态度 最后 诗书为其家之本 人读圣贤书 才能懂得分辨 是非邪正善恶 所以诸子自家格言里面 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 祖宗虽远 既是不可不成 总要培养孩子 饮水思缘的态度 子孙虽于 经书不可不读 所以为人父母者 一来正确思想 二来正确的心态当中 有责任心 还要把教育孩子 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第三点 就跟大家谈教育孩子的问题 一是责任心 我们传承家道 刚刚跟大家讲到几个 比较重要的家道承传 当然整个弟子规 落实在家庭 就是家道的承传 我们把刚刚的 忠孝为传家之本 勤俭为持家之本 谨慎为保家之本 和顺为齐家之本 诗书为齐家之本 你把它 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人与人上 其实也离不开 弟子规那些规矩 因为弟子规是行经 所有的道理都要 例行出来 行经 怎么在生活工作 落实 他都写出来 叫行经 有一些人是比较强调道理 解的经 它是属于 行经 弟子规是属于行经 第二呢 我们为人父母 要有反省的心态 这家庭里面呢 不可能说 没有一些状况出现 比方说孩子 不听话了 我们为人父母者 要想到 一棵树啊 果子酸 果子不甜 吃起来 酸溜溜的 问题出在哪 出在根 坏了 根没有吸收 很好的养分 所以孩子是果子 父母是根 这个时候 要回过头来反省 孩子德行不好 是不是我的孝道 做得不扎实 是不是我的心性 德行 没有掌握 这是第一个 要反省的 第二个呢 我心性也不错 是不是我的方法 不得当 总要从 自己的心态 跟方法 去反思 其实啊 我们那一天 也跟大家分享到了 人生呢 就好像照镜子一样 我们笑 镜子也笑 重要的是 我们先笑 而镜子就好像 我们所面对的 人事环境一样 你笑了 回应回来的是笑 我们哭 回应回来的也是 我们反省 回应回来的是反省 我们指责 回应回来的 就是指责 所以 这个有 两对夫妻 住对门 住在同一栋 大楼上 但是呢 有一栋是 小草 天天有 大草 三六九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大草 三六九 因为发一次 大的脾气啊 得要调养两天 元气才会 恢复过来 那种暴怒 上干嘛 得要调养 但是另外一对夫妻呢 非常的和睦 和乐 相亲 相近 而人都有 希求幸福的 愿望 所以那一对 长吵架的 夫妻啊 太太有一天呢 就 到对面呢 去请教 另外那个太太 说你们夫妻啊 到底是怎么相处 怎么能这么和善 结果呢 另外一个太太 就跟她讲 说我们家 都是坏人 你们家呢 都是好人 这个太太听完就想 我们家都是好人 每天吵架 你们家都是坏人 互相疼惜 她越想越不对劲 是不是你在讽刺我啊 人家有时候 跟我们讲实话 我们还觉得 人家在挖苦我们啦 她一看 这一位太太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理解 她的意思 好 诸位学长 当别人的表情 不大了解 你的意思的时候 怎么办 你讲的道理 人家不好了解的时候 怎么办 词语 讲个故事 比较容易理解 尤其举生活上的例子 她一听就懂 所以这个太太马上说 比方说 我给我先生倒一杯水 倒一杯茶 我先生走过去 不小心把她给撞倒了 我一看到呢 赶紧拿着抹布过去 哎呀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茶没有放好 害你给撞倒了 边说啊 边赶紧把桌子擦干净 这个先生在旁边一看 哎呀 太太 是我不对 我不小心了 撞倒了 把你的好意都糟蹋掉了 来 我来擦 我来擦才对 所以两个夫妻 在那里抢抹布 抢着要擦 诸位学长 你们有没有经验 夫妻为了抢抹布 擦桌子 把抹布给抢破了 有没有 破得好 保证旺旺来 是不 所以当下呢 请问大家 这一杯茶撞倒了 好事还是坏事 夫妻之间有德行 没有一件事是坏事 你说今天孩子 出现了一些状况 这个太太马上 先生是我教得不好 我没有用心 这个 我刚刚说谢生还是太太 怎么 我讲一句话 这边听到的是先生 这边听到的是太太 所以大家开悟了没有 这个世界是谁的世界 是自己的心变出来的世界 同样一句话 这边是先生 这边是太太 所以不是世界出了问题 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心出了问题 心正的 世界都美好 心偏的 这个世界就是不好 所以呢 当孩子出状况 这个太太马上讲 先生我没有教育好 我失职 这个先生马上 哎呀我有责任 你已经那么用心了 是我不够付出 当夫妻是第一个反应 都是我做得不够的时候 彼此都会非常感动 然后一起携手 来让协助孩子跨过 这一个难关 而也从当中呢 相信孩子的心 也会感觉到 父母对待事情 都是先反省自己 他也会生惭愧 而当事情发生 这个先生马上 你搞什么东西啊 还是交成这样 那太太也说 那你又有负了什么责任 那不就杠起来 所以好事坏事啊 决定还在人的心态 跟修养上 所以这两对夫妻 这一对夫妻呢 互相反省 就很和乐了 而且啊当下 这太太说 今天很难得 我赶紧去泡一壶洞顶乌龙茶 我们今天好好聊一聊 大家想一想 当下那个气氛 有没有比五星级饭店还好 有啊 五星级饭店 没那种气氛啊 而且又不花什么钱 在家里气氛最好 这个是我们这一对夫妻的状况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 各自者天清地明 可是在你们家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同样你先生走过去 把茶给撞倒了 你在旁边一看到的 马上很生气说 你走路不长眼睛是吧 要喝自己就泡 你先生 听你这么一说 火气也上来 你这个女人 放杯茶都不会放 你还能做什么 好那大家想一想 这一杯茶撞倒了 两个人一吵啊 会吵多久 风火连三月 就一直吵下去了 甚至也有可能吵到不可开交了 跑去离婚了 所以有一对年轻夫妻 吵到呢 要去离婚 到了那个办事的地方 办事人员 一看这么年轻呢 怎么吵着要离婚呢 就问他们 那你们是为什么要离婚呢 两个夫妻互相看一看 上个月我们为什么是吵架的 就为什么小事吵架 已经想不起来 就是在那个当下呢 整个意气用 反正我就是跟你拼到底了 就不理智了 这个时候就想不起彼此的承诺 想不起双方父母的担忧 也想不起自己的下一代 所以说掌握情绪的人 才能掌握未来 不只掌握好自己的未来 也掌握自己的下一代 自己家庭的未来 掌握不了情绪 可能就毁了自己 也毁了这个家 所以圣贤人教我们修养 要从成分 把这个愤怒要能够调伏得好 所以这一对夫妻就变成各相者 小事变大 就天翻地覆 不过好像在大陆 现在天翻地覆是好的名词 是吧 那也得入境随属 我们把它改一下 不是啊 不是都说 哎呀 这个城市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 是不 那意思是说 用都市叫好的 用人叫不好的 是这个逻辑是吧 都好 反正我改这个也没关系 我改天翻地 日月无光 可以吧 因为 很多词语啊 有时候会因时代 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你还得随顺 但是义理不能变 所以我们这里用天崩地裂好了 你比方说有一句成语 叫既来之 则安之 还有出耳反耳 大家知道它原来的意思吗 文语里面讲 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 以来之 既来之 则安之 是从这来的 是说远方的民族 不服气我们 我们好好修养德行 敦清目灵 让他感动 而且感动到 他要来归顺 他要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好好帮助他 安顿好他 照顾好他 既来之 则安之 会变啊 现在人传着 算了既来之则安之 到时候再说了 再来出耳反耳 是说出乎耳者 反乎耳者 就是我们今天骂人的话 出去了 迟早他又会回到我们身上 大学里面讲了 言备而出者 亦备而入 就是这个意思 出耳反耳 就告诉我们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好 所以虽然这个道理 这两对夫妻的道理 是在夫妻相处上 说实在的 孔夫子说 举一要 反三 这个三不是一二三的意思 我们 整个中华文化的习惯 三六九都是比较多的意思 大的意思 所以就是 人能从一个道理 一个事件当中去体悟 再把这个体悟用在 所有处事 在人间物当中 这个就是善于学习 那 各自者的态度 其实都可以用在五轮关系当中 我们 从夫妻 我们直接举 比方 军臣关系 同事 朋友关系 都是这样 今天一个团队 一个公司 开会 第一个人上去 哎呀 这一次的活动啊 哪个部门做得很好 哪个同仁付出特别多 我做得不好 我们这个部门 还有很多要检讨 各自责啊 还赞叹 别人的付出 下一个部门 下一个同仁一上去 哎呀 你们做得很不错啊 你们付出了哪一些了 我们也有不足 那一场会开下来啊 气氛好不好 都是见人善及时期啊 都是先自我反省 这种会开下来 越开 越有智慧 都能很理智的 很冷静的 总结不足 然后 效法别人的好 可是假如第一个人上去的 这一次啊 都是他害的 都是他那个部门啊 不配合 各乡子 下一个人上去 你好到哪里去了 你看你 这些也是你乱搞的 哇 那这个会会开人 怎么会 越开越误会了 就变成批斗大会了 所以整个团体的氛围啊 绝对离不开人的修养 修养好了 就是太和自己 修养不好了 一触即发的冲突都有 好 所以 故君子先胜不得啊 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德行 有德 持有人 有人 持有土 大家最近念大学 真的很有大学的气质 有土 持有财 有财 持有用 德者 坟也 财者 莫也 好 这个是跟大家 谈到的反省 还有这个正己化人 不要一味地要求孩子 要求家人 首先从自己做起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啊 为什么人家会怨我们 自己做得不好 还硬要求别人 人家表面上吞下去了 内心不服啊 你又好到哪里去了 五十步还笑我百步 所以真人正己啊 那个话呢 叫随风浅入夜 问物细无声 不是刻意的 自自然然就感化别人 而这个正己啊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一定先好好做好自己 不然我们的精神啊 都是耗在呢 看别人不对 或者是担忧别人 指责别人 这精神通通耗在这里了 不如好好把自己做好 带动家庭的得福 所以时间啊 一定要用在对的方向 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好 这是第二个心态 第三 我们说 自乐莫如读书啊 自要莫如教子 教孩子啊 这是家庭的大事 而之前呢 我们跟大家交流到 第一个呢 我们对孩子要有信心 不管他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坚信人之初 信本善 而且呢 还要用真诚的爱心跟耐心 来带领孩子 第二 恩威并施 其实在这一些道理当中 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 我们为什么叫中华民主啊 这个中字啊 就时时提醒我们 做事不可太过 不可不停 要适当 只有恩 只有疼 没有原则 没有威严 这孩子爬到你的头上去 只有威严 你都没有亲情的爱护 那孩子看到你 吓得半死 都想着 哎哟 赶紧 离开这个家 那又太过了 包含 我们第三 要跟大家谈的 悲至双欲 你不能只有慈悲 你还要有智慧 不然慈母都败子 你很爱他 都没有智慧去教导他 反而孩子 嗜宠而教 就错了 悲至双欲 而这个恩威并济当中 我们看这个恩 就是让孩子 感觉到父母 对他的爱 对他的关怀 像我父亲 很威严 不怎么笑的 结果我发现 我爸爸 等我们都成人了 他当外公的时候 笑容变很多 都在那里含疑弄孙 我在那个时候 真的我很感动 感动什么 原来我爸爸不笑 是为了我们不笑 对啊 你一个家里面 得有人当白脸 有人当黑脸 才能震得住孩子 不造次 有规矩 等孩子都成人了 这个教育也告一段落 这个时候 就比较 可以笑一笑 父亲这二十多年了 就为了孩子 成就孩子 他不敢放松 好 这是威 而这个威 绝对不要误会 好像是 很凶叫威 好像我们之前有写过 道德之威 暴察之威 狂妄之威 有没有 是我们 哪一位老师讲课的时候 有讲到 夏老师有讲到 好 所以这个道德之威 是以身 作者 有这个威 所以我们就感觉 父亲的德行 在我们心目当中 是非常崇高的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爸的优点 我还差得远 都没学好 我这个崇敬自然 就提起来 而这个恩 也是在很多生活细节当中 父亲非常的体贴入伪 上次跟大家讲 我爸爸汇钱给我 大家记不记得 一心一意 这么细腻的心 都是为了不让我难受 而且我爸爸还跟我讲 在你 在爸爸可以承受的范围 你好好去历练 我爸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还撑得了 你要 你要这个 白白花掉我多少钱 我还是会咬着牙 可是你看 父亲越是这样的心 我们就越谨慎 不能再让父亲 添麻烦 所以告诉大家 我只要过那一次钱 你们不要觉得 我是以前 我常给我爸要钱 好 而且小时候 我的记忆当中 虽然男人很有威严 但是我爸隔一段时间 就会 来 带你出去走走 我很高兴 然后表情还不能表现出来 然后一上摩托车 坐在我爸爸后面 就偷笑 很高兴 抱着我爸爸的肚子 感觉到爸爸的体温 很欢喜 这个就是有恩 有那种亲情 然后呢 有时候就到朋友家 有时候到亲戚家 然后我爸爸就会说 这是我儿子 我感觉当下 无限的光 抬头挺胸 而且你当下会有一种责任感 你看你出去就是代表你爸 你可不能给你爸丢脸 好 这个是跟大家交流 恩威并是很重要 而这个威里面 除了德行的风范 它还包含 父母 一定要讲求原则 不然孩子 予取予求 他就越来越放纵 他予取予求 宠坏了 父母就节节败退 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至于怎么讲原则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到父子有亲的这个部分 我们复习一下 为人父母者首先要思考到 自己的思想价值观 能否带给孩子正确的人生方向 活出人生的价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为人父母 对于整个家庭的心态 第一个要有责任心 对上要知恩报恩 对下要呈先起后 要教育好下一代 所以昨天有一位学长问道 这个道义跟情义 一不一样 大家觉得一不一样 从义上来讲 从道义这个义这个字 是一样的 这个义就是应该的 义者已也 应该这么做 而义呢 也是不分彼此 这个是义 甚至于是呢 先人后起 这个是义啊 还没有失心的 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刚好有一次 齐国的军队 要打鲁国 结果进入了鲁国的领土 刚好啊 这个军队呢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 看到前面有一个 鲁国的妇女 那当然呢 老百姓看到 齐国的军队来了 赶紧跑 那齐国军队也追 而这一个妇女啊 手上抱着两个孩子 跑跑跑 这个妇女觉得呢 一定会被抓上 追上了 所以啊 她就把一个孩子呢 放下了 她觉得 放下一个 可能还逃得掉 带着两个人 自己的速度 逃不掉了 就放下了一个孩子 接着继续跑 还是费人 这个军队追上了 所以军队就 问她呢 这两个孩子 是你的谁啊 她说 一个是我的儿子 一个是我大哥的儿子 那这军队的人 马上就说了 那你把那个丢下来的 那一定是你大哥的儿子啊 结果这一位妇女讲 不是 那是我自己的儿子 哇 当下那个 那个军队的将军 很惊讶 你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丢掉呢 带着自己哥哥的孩子呢 她说我哥哥啊 就剩这个孩子 而自己的孩子啊 是失情 我哥哥的孩子呢 这个是我的 英俊的道义啊 所以我 放下自己的孩子 带哥哥的孩子 走 我们可以想象呢 当时候的人心呢 把这个义啊 摆在什么样的位置 结果当下呢 这个军队 将军呢 听完他的话呢 就说了 辱国的妇女 都有这样的心境 处事的态度啊 这个国家不能欺负 军队啊 就退回去了 以前的人发兵啊 都强调 道义之师 师出有门啊 不能给人家乱侵略的 人家的老百姓 都这么有道义了 他还去侵略啊 天下人都会耻笑他 他们就退回去了 结果后来这个消息呢 辱国的国君呢 了解到了 然后就 封这一个女子啊 叫义姑 称她叫乳义姑啊 这个辱国 都给她封上去了 所以这个 就是 她觉得人生啊 她应该做的事情 哪怕是放下了自己的事情 哪怕是 捐出了自己的生命啊 都在所不辞 因为她觉得那是她人生 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义 所以义另外一种讲法呢 合情 合理 合法 全面去考虑 这个也是义 而 情义啊 道义 其实 假如要细分的话呢 我们用一般来 夫妻之间呢 用情义 有感情 升起了一种 道义 一种义的心境 应该要 成就对方 应该要照顾她一辈子 这由情啊 产生了这一份道理 而 对父母啊 我们一般 直接讲 想到的恩 不能放了父母的恩 恩义 孩子我们生下来了 我们就有责任 好好的 把她教育长大 这是我们应该的 对孩子 我们称道义 但是一般在讲啊 没有分那么细啦 我们一般都讲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没道义 是吧 这个都是属于 朋友之间 这一份义 昨天 我们听到 高学长 讲的 张绍跟范氏 的相处 那完全都是道义 没有利害关系的 都是尽心尽力 不分彼此 这个就是义了 所以我们这个 对上 有恩义 对另一半 有情义 对下一代 有道义 这个都是责任心 好 再来 我们 父母带领家庭 在很多事情当中 要实时 有反省 自己的心 不能得父母欢心 我们要反省 孝顺 孝顺 这个顺 顺治 还有懂得体恤 清新 不过在这个时代 孝顺父母 还得要用理智 去孝顺 因为可能父母 他也没有接受 中华传统文化 这些价值观的 欣喜 所以有可能 父母的价值观 还是比较偏向于 功利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不能怪父母 因为在这种社会氛围 很难 往这个方向 去追求 而父母在追求 这个名利的方向 其实 他也是不了解 他觉得这样子 才是 可以过上好日子 所以这个时候 得要用耐性 好好地跟 父母 善巧方便的沟通 这个时候 不能用道理去压 也不能武力 这个是用 柔软的心 加上智慧 去 引导 父母 不妥当的 价值观 好 那孩子 有不好的行为 出现了 这时候 我们要懂得 反省 所谓这个果子酸 一定是 这个根 出问题的 没有很好的 吸收营养 才会出现 这个状况 所以 教额 教女 得要先教自己 自己正 孩子自然 所谓 水到渠成 而 假如 上梁不正 下梁 没有不歪的 这是反省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实时 为一个家庭的榜样 夫妻都如此 所以要正极 化人 这个是在心态当中 再来 我们 了解到 一个朝代 皇帝登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立太子 他才能把 这一个朝代 传承下去 他下一代 不好了 那他前面的努力 化为乌有了 那他就对不起 列祖列宗了 所以一个朝代 如此 一个家族 亦如此 一定要把 教育好 下一代 摆在 最重要的位置 那现在 的社会 它是 政党的状况 所以政党 也一定要 以培养 骨干人才 放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从 汉朝之后 挑 选拔人才 举孝联 孝则有德行 的根本 联则不贪污 这个是 做事很重要的根本 一个朝代 举孝联 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 选材标准 事实上 企业界 团体 也 要沉传 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也是要 举孝联 从 底下这些 干部 员工 观察 他们 有没有孝心 处事 有没有 公正 连结 这个非常重要 好 那 教育孩子呢 对家庭来讲 很重要 也是父母的责任 所以 父母是 子女 第一任的老师 讲到 第一任 我们就想起 先入 为主 所以父母 对孩子的影响 绝对 大过于 往后的老师 跟他所遇到的人 因为习惯成自然 绍成做天性 所以 《易经六十四卦》里面 有蒙卦 蒙卦里面提到 蒙以养正 就是这个同蒙 让他形成 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习惯 他一辈子 就立住了 这个人格 立住了 这个好的行为 养正 养他的正气 养他的正心 这个是非常 神圣的 功劳 功业 把一个人 的人格 树立起来了 他一定在 往后的家庭社会 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假如一个女子 照顾好她的孩子 以后成为范仲淹 请问这个妈妈的功德 怎么算 可能电脑都算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 这个风范 它能鼎立天地间的 都不要 好 所以 父母既是孩子 第一任的老师 那我们 就要 很用心的 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现在很多家长 没认知到这一点 把孩子送到学校去 没教好 就怪老师 这个是不妥当的 这个我们 认识一位 在台湾认识一位 法师 这个法师 他专门照顾 监狱里面的少年犯 那些少年犯 都是不满18岁 都是杀人 抢劫 刑法 行为太严重了 虽然不是成年 还是得要 把他关起来 管束 结果这个法师 就跟 这一些 监狱说好 你们呢 把他服刑 放在我的寺院 我来照顾他们 我来负责 他们假如跑走了呢 那他就放弃这个机会 你再把他抓回去 好 故事开始了 大家进入状况没有 好 你现在假如是这一位法师 你现在旁边 都是杀人放火的 不是一个 是一群 你睡不睡得着觉 你敢不敢干 有时候听故事都挺轻松的嘛 你真正身意其境去看看 所以呢 这个法师啊 他答应之后啊 真的哦 监狱啊 就把这个 这些少年犯呢 就载过来 结果刚载过来啊 不同的监狱 载了两团孩子过来 结果一下车啊 就在真地盘 就要打起来了 赶紧通知 这一位法师啊 这个老和尚啊 哇 他拿着拐杖啊 身体也不是很好 赶紧哗哗哗 赶到现场 然后呢 就对着这些孩子 他就把自己的拐杖拿起来 往地上一摔 所有的孩子 被这个动作震撼出了 全部看着他 然后他就对这些 青少年讲 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 到我的地盘 就要听我的 结果 结果这个孩子们听完 马上呢就这样 是 所以跟这一些孩子们沟通 还得用他们的言语表 他们听起来比较亲切一点 所以后来啊 这些孩子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过了一个礼拜 有一个妈妈就来看他孩子 结果来的时候发现他孩子在吸烟 哇 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 就找这个老和尚 我还是怎么还在吸烟呢 就很凶啊 质疑这个老和尚 结果这老和尚就笑着跟他讲 你的孩子交了十几年 一人都没戒掉 来我这一个礼拜 你需要我把他戒掉 我又不是神通广大 是吧 所以你看 人都没看到自己的责任 对别人都要要求赶快给我做好 所以我们在处事当中啊 真的很难做到 言以律己 宽以待 而我们当父母的人啊 假如觉得 我的责任比较大 当孩子发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止没有指责老师 还先说是我教的不好 当下孩子的老师是什么感受啊 当下这个老师觉得 哎呀 这个父母很有修养 他会对你的孩子 更加的关心 假如出现状况了 你马上 哎你老师怎么当的 这个老师心里想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给我记住 等你走完之后 就捏你的耳朵 出业劲 这个都是义气啊 在处事就不妥当 哎你们怎么笑这么开心 你们干过这种 勾当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人啊 在每一个境界当中啊 能反思 反省 反省 这个都是一种性德的流露啊 能感染 在这个姻缘当中的人 所以有一次 我们一个朋友啊 他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呢 老师说他几句啊 脾气就上了 脾气就上了 结果呢 就冲出校园呢 又跑得很快 腿特别长 老师都追不上 所以孩子跑不见了 老师就紧张了 赶紧打一通电话了 先告知家长 一起来找孩子 结果老师战战兢兢了 打电话 他父亲接了 你的孩子现在 也刚好跑出去了 是这个情况 当下他父亲就说了 是我教的不好 老师很抱歉 哇 这个老师平常啊 很多现在的父母啊 什么鸡麻蒜皮 就找来质问了 老师打这个电话前 还觉得挺紧张的 结果居然 这个父亲 是这样子来反应的 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也没怎么样 就找到孩子了 结果这一个老师啊 就常跟这个父亲 这一对夫妻多沟通 后来了解 哦 这个父母啊 有学弟子鬼啊 后来这一个老师到了 卢江 去参加五天的幸福人生 讲座 我也见了这一个老师 所以大家想 这个老师接触传统文化的 缘分 从哪里接上了 从这个有修养的父母啊 而且大家要了解哦 这个老师接上以后 他深入了 谁会得利益 他以后几百个学生 都会得利益啊 所以为人演说表演啊 太重要了 这是给我们孔老夫子 圣贤人脸上贴金啊 是吧 赶到光荣啊 帮他们招生啊 学习论语 学习地址规的都很有修养啊 好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人 是孩子第一任责任的 发生任何问题啊 不要责怪老师 也不要责怪他人 首先反省我们自己啊 带孩子的不准 好 那教育孩子 第一个呢 我们对孩子要有 百分之百的信心 不能怀疑孩子 不管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们都要鼓励他 我们都要信任他 所以那一天跟大家讲到 妈妈只有你会欣赏我 那个孩子素质不是很好 但是慢慢的 借由这一份信任呢 他的信心提起来 他的潜力啊 发挥出来 好 再来呢 我们说要恩威并施 恩威并济 恩呢 是爱护 威是德行 道德之威 是讲原则 其实这个恩啊 就是很自然地流入 父母对孩子的关系 我记得 我们 我的姐姐 一个到我三岁 一个到我两岁 所以其实年龄差不多啊 都是一起读书 有时候父亲呢 怕我们读 饿了 常常呢 出去给我们买好吃的 都可以很 深刻的感觉 父母那种 无为不至的关怀 包含 妈妈怕我们读晚了 累了 所以每一次 时间比较晚了 我妈就 上楼梯 我们家住的是三楼 赶紧叫我们去睡觉 结果 每天都是这样 常常我母亲的脚步声 听到了 人还没到 我姐姐 就学我妈讲话 去睡觉了 去睡觉了 我们全家人就笑成一团了 好像这几天呢 也要讨论到 就是 不要长孩子的贪心 所以你今天去买芒果 去买水果 就买父母吃的 就在孩子面前吃给他看 让他不要长贪心 大家想到那个情景没有 就父母在那 嗯不给你吃 嗯不给你吃 请问 诸位父母 你做得出来吗 所以大家要了解 很多都是 很自然的人情 你不要做得很僵硬哦 是不 是父母在的时候 爷爷奶奶在的时候 首先一定是想到 爷爷奶奶 自己都没得吃的 还是给爷爷奶奶吃 这个就把笑完全体现出来 今天假如爷爷奶奶有 我们的生活算宽裕 那当然都吃到好了 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父母让我们感觉没有匮乏 但是节节 这一点很重要 没有匮乏 让我们时时都感觉 父母对我们的关怀 可是没有让我们养成奢侈的习惯 所以我记得那个饭粒掉下去了 我父亲都是把它捡起来吃掉 碗里面是绝对不留 其他的东西的 都是干干净净的 是节俭的风范 还是要演出来 所以有这个经济能力的 常常也是能够表达 对孩子的这一份关心 然后呢 孩子在长身体 多注意营养 多吃点 都感觉到是这个爱 而不是去增长他的欲群 你说都已经三三都吃好了 他要吃这个要吃那个 那个就是欲望的增长 不妥当 所以我是跟大家交流到 不要为了不长孩子的贪心 做出那个 让人感觉好像比较苛刻的行为出来 但也没有必要 一切都很自然的 这种真情的流露就对了 好 那这个威呢 我们昨天讲到的是 稍微再补充一下 比方说 妈妈买东西回来了 一定先给爷爷奶奶 还有先给先生吃 就让孩子养成 只要有食物了 一定是长辈先吃的 这个态度 这个很重要 你什么东西拿来都先给孩子 那就不妥当 好 那我们看呢 是因为自己有德行 感动孩子 感动学生 感动员工 这个是道德 这个是道德走位 那在这个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 他会觉得很安定 很安乐 这个家会越来越强盛 每一天都如目在父母的德行之中 哪有长不好的道理 我们大陆有一位导演 宅俊杰宅导演 您看他六十几岁的人说到 他觉得他人生最幸福的 就是一个六十几岁的人 走进门还能喊一声娘 他觉得是他的幸福 而且他讲 他对他儿子讲 你今天推门 你可以喊一声奶奶 是你的造化 因为他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 而这个宅导演 他非常的孝顺 虽然这么大年纪了 这个母亲剪脚指甲 都是他亲手剪 我们那时候看到一张照片 一个六十几岁的人 在给他八十几岁老太太剪脚指甲 而且他还戴着老花眼镜 那个神情非常的专注 很美 大家去感受感受 看到这个景象让人感动 所以他的儿子就说了 每次他看到他爸爸 给他奶奶剪脚指甲 他就感动的说不出话来 所以后来这个儿子就主动给他父亲讲 父亲啊 这个工作让儿子来做就好了 你就别做了 儿子被他的德行感动 就把这个工作接过来 而且还清出于蓝 这一次今年的 我们山东电视台 天下父母栏目 每一年举办的演艺圈十大校舍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 因为演艺圈的人呢 对青少年孩子的影响特别大 这一些校子都能尽校 就给这些孩子 给社会做一个很好的怠惰 所以这个节目很值得 以后大家也可以随喜功德 可以到现场去参加一下 假如有机会的话 而他的儿子呢 他父亲是第一届就当选 他的儿子呢 这一届当选 而且他的奶奶说啊 我这个孙子啊 在我整个肠胃不适啊 没有办法排泄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他亲自帮我抠出来的 都是非常认认真真 很体贴我 照顾我 所以真的啊 他父亲的榜样 他更是效法学习啊 所以我们说那个教育的交织 确确实实是上行 一下笑 这个是成夫安强 他这个家族啊 孝道德行就振兴起来 而且我感觉 翟导演真是用心良苦 他把他太太 捕育孩子的乳汁啊 把他封起来 结果 过了 应该是一二十年之后啊 那个白色的乳汁变成了 红色的血水 当下他体会很深啊 真的 母亲都是用他的血 来补育孩子 从怀孕到三岁 这一段时间呢 补育我们的乳汁重量 超过一千公斤 所以为什么女子啊 她的骨头会比较黑 她很多的大量的钙质营养 都贡献给了孩子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呢 这个翟导演呢 他的人生态度呢 知恩报恩呢 他非常的重视 所以不只把校养父母 他做的彻底 他也时时提醒自己的孩子 你们可不能忘了 你母亲的恩等 所以这一瓶乳汁啊 就成为了他的 女儿出嫁的最重要的家族 走向家庭呢 为人妻 为人母 总要记得饮水食言 知恩报恩 这个是我们看到 父母的德行 成就了家庭下一代的未来 再来报茶之威 就是 报就是常常发鼻气 茶呢 就是刻薄 要求的很苛刻 常常像警察一样在那里 钉呢 在那里要求 所以大家感受一下 假如父母是这种 报茶的态度 这个家庭氛围 一定很压抑 而且呢 假如父母本身德行也不好 那孩子在父母面前 不敢做坏事 可是只要父母不在了 他们一定跟在父母面前的行为 是不一样的 阳凤 因为 为什么 内心里不佩服父母 甚至还怨父母 自己都做不到 还这么严格要求 这个是报茶 其实 只会 这个家道会越来越视为 然后会越来越 家道会越来越酸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种 报茶的态度出来 这一个家跟这一个团体 其实危险的 而且也不可能忘 因为没有 没有人和了 而这个报制啊 是我们要特别警戒的 就是呢 父母教育孩子啊 只要脾气上来了 不管你讲的话 再有道理 孩子就记得 你脾气很大 孩子就想呢 今天真衰 被骂一顿 被打一顿 一笔过销了 其他的道理也记不起来 其实不止对小孩啊 对员工 对学生 甚至对朋友 只要我们跟他沟通 带有情绪 让他感觉不舒服 你苦口婆心 讲了一个半小时 可能都没听进去 因为他的不舒服 就梗在那里 只记得 你情绪了 你发脾气了 当我们听到 他们是这个回应 心里 心里绝不觉得冤枉 绝不觉得无奈 行有不得 反求足己 不能怪他 还是我们的修养 不够 造成人家没有办法 把这些好的 劝告 听进去 所以老子中有一句话讲 心平气和 则能言 不能达到心平气和 不要讲话 所谓圣怒中 误达人书 生气的时候 不要写信我 也不要写完之后 马上冲动 痛快 你以后就麻烦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你给人家骂得痛快 送出去了 这一辈子 这个冤结就很难化了 圣怒中误达人书 是有道理的 所以 发脾气的时候 绝对不要教孩子 要教孩子的时候 就别发脾气 这个原则 很重要 好 所以我自己的印象 我母亲 没发过鼻息 我父亲教训我的时候 也不是那种 气急败坏 从来没有 我父亲教训我的时候 很平静 义正食言 给我分析清楚 尤其印象最深的 就是常常劝解我 一个人要懂得自爱 不要糟蹋自己 因为这个我母亲 刚好我们聊到小的时候 然后我妈就说了 那个时候 你爸爸在教训你 我都在想 你年纪这么小 听懂不懂 而我妈做得很好 是什么 只要我爸教训我 我妈从来没有插过一句话 从来没有去袒护我 这个是女子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不只女子 要注意这一点 公公婆婆 爷爷奶奶 这一点也要注意 父母在教孩子了 你不要去袒护孩子 不然就不好教了 为什么 你一去袒护了 孩子心里想 以后犯错找谁 就找那个会保护他的人 他就没有去安住 面对自己的错 接受教训 所以 这个一个家要教育好孩子 还真是要有合力 合在一起 大家都懂得 这些教育的原则才行 所以我记得 我犯错的时候 都是 我爷爷第一个喊打 然后要处罚我了 我爷爷就 把我奶奶带上楼去了 活该 该教训 然后就 把我奶奶带上去 因为我爷爷知道 我奶奶会受不了 一定会忍不住 所以带上去 这样我就 把我的援军就断掉了 把我的粮草都断了 我就没戏唱了 那就全神贯注 接受父亲的教训 那我也给我母亲讲 爸爸的话 我全听进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这么确定 因为我父母都说到 我们两个人 口才都不好 话都很少 怎么生个儿子 这么会吹牛 我说 爸 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 虽然你平常话很少 可是你骂我的时候 变才无安 我是在那个时候 偷偷学习 真的 我父亲在骂我的时候 我感觉 真的太顺了 那个道理 一句接一句 但是呢 确实都是心平气和的 好 所以这个是 不能情绪化 不能 生气 爆炸 这样不好 好 再来呢 狂妄之威 成乎灭亡 你比方说 当父亲的人 你爸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 这种话呢 绝对不能讲 满朝神 千寿意 而真的 人到狂妄的时候啊 他的大灾难就要来 在夏节那个时候啊 其实 身边都有很多 很有德行的大臣 都劝他 你要赶快啊 体恤人民了 不能再这样暴虑了 结果这个夏节 听了以后呢 不以为了 大臣说啊 你假如再不听了 你就要灭亡了 结果夏节说 太阳 哪有灭亡呢 他把自己比喻是 那个每天出来的太阳 怎么会灭亡 结果这个话呢 传到老百姓的 耳里了 结果那老百姓说啊 太阳 什么时候灭啊 我跟他拼了 我与辱邪亡 我跟他拼了 你说人狂妄到呢 底下的人气得牙痒痒 那个也就快没有啊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威啊 是要用德行啊 去建立威严 所以 论语里面说到呢 君子不重 则不威 这个重 除了稳重之外 这里还有一点 看重自己 要成就自己 这个重啊 就是能以大学开篇说的 再明明德 再清明 再子于至善 这个为人父母者呢 能以这样的价值观 为人生的方向 我这一生就是要 成圣成贤 西圣西贤 那这个父母啊 叫做自重啊 他举手投足啊 就会战战兢兢 要求自己 他表现出来 就有威严 所以这个威啊 还在自重 还在期许自己啊 要向圣贤学习 这一生要做圣贤 有这样心静的父母啊 在孩子心目当中呢 一定有威严 假如当父母的得过且过 放纵习气 那这个威严绝对不存在 甚至啊 还可能让孩子瞧不起 那就麻烦 好 孩子假如瞧不起父母啊 那他的人格也会很有障碍 他也很难去瞧得起谁了 好 而这个威呢 还有 讲原则 无规矩 不成方圆 父母讲规则呢 孩子就会循着这个家 一些威丰 你说